HELLO 大家好 我是女子車流的Nanako 我現在就要騎著這台Clever的電動自行車去上班了 好 那我們上班就是來看一下今天 Clever推出的這幾款不同的電動自行車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今天現場這台車裡面就是這台Clever X它的等級比較高一點 然後售價高達9萬8千元 非常的貴 但是它的續航力在充滿電的時候有到達110公里這麼遠 然後充電的話我們剛剛看了一下 從10%充到90%大概需要兩個半小時的時間左右 所以如果以通勤組來說你晚上回家放著 可能去洗個澡啊做個室睡到前就已經充好了 隔天的話呢又可以騎它去上班啊或者是出門 然後我個人最喜歡這台Clever Q 因為它比較小 如果你其它去通勤的話 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辦公室裡面 不過它的價格的話就比剛剛提到的那台再少一點 大概是在5萬8千元左右 然後它的顏色非常的可愛 然後這邊都有一個小小的logo就是寫著Q 就是以後我可能除了U-Bike之外有更多的選擇了 那麼電池規格的部分呢 目前有360、570還有850瓦的部分 不過850瓦的部分台灣目前還不會販售 那電池的重量呢在2.2到3.4公斤之間 我個人覺得這個重量非常適合女生 就是其實你一手都是有辦法很輕鬆的就可以拿起來 所以在充電跟拿電池上面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好的那每台電動自行車它都有搭配一個小小的螢幕在這邊 然後今天看到的這個螢幕應該是LED的 在CLEVER Q上面的 然後呢它都會有四段的助力在這邊可以加或減 那基本上建議一上車的時候呢都先不要按 你覺得需要有助力的時候再來把它加上去 然後車基本上都會有十段的變速 那我個人覺得很貼心的地方就是 這個螢幕呢都可以去連接到你的APP上面 然後連接到APP上面之後你可以輸入你的身高啊體重啊 它就會告訴你說 欸你今天騎CLEVER自行車消耗了多少卡路里 然後還包含你騎了多遠 然後還剩下多少電等等 所以我個人覺得這個跟現代人的一個生活還蠻符合蠻貼近的 對好那我現在就要去騎了 掰掰 好啦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對CLEVER的電動自行車的介紹 其實它的售價我們剛剛有聽到在四萬兩千元到九萬八千元不等 就是其實算很心動但是價格還是稍微比較高了一點 所以剛剛我們現場聽到CLEVER的人員也有說明 就是其實他們的族群還蠻特定的 例如說可能是一些醫生啊律師啊甚至工程師等等 雖然在台灣目前還沒有普及 但是其實在歐洲已經算是很普及了 然後再加上可能政府的補助也沒有電動機車來了這麼多 所以呢我們還是很期待它未來的發展 好我是女子車友Nanako 記得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掰掰